京都有位知名的花魁,花名张物,不仅天生娇媚动员,而且身体十分特别。 她情动后,皮肤会开出粉色的花朵。 慕名其来的客人看到她美丽的动体,全都流连忘返。 嗨,大家好,我是阿丹的小妈儿,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《花销道钟》。 张物从小生长在红灯区里,她的母亲也是妓女。 张物挨了无数的毒打,还被母亲用烟头烫伤,留下伤疤。 久而久之,每当情绪激动时,她的身上就会绽放樱花。 张物七岁流落鸡头,被花魁雾里收留做了游女,事业皆可。 因为母亲的经历,张物深知在这种地方,男人的嘴,骗人的鬼,她从不对客人动心。 日子一天天过去,眼看张物的供佣年限只差一年。 就在这一年,一名妓女图谋和情妇私奔,放火烧了整条街,设下的妓女们却因祸得福。 她们移居到外面居住区的一所花楼里,也是这群苦命的女子第一次有机会接触外面的世界。 这天,张物去庙会上闲逛,却被拥挤的人群冲洒。 张物被人推搡在地上,而一个叫半次郎的男人将她抱起,温柔地放到小木屋旁。 她替张物找到丢失的木鸡,还细心帮她处理伤口。 半次郎是个来自京都的芝兰匠。 巧合的是,张物脚上那颜色独特的木鸡正是半次郎染的。 张物一向不敢对男人动心,可不管她承不承认,张物都对半次郎一见清新了。 回过神来在仆人的提醒下,她才想起自己的发簪不知道什么时候不尽踪影。 第二天,张物一早去找发簪,巧合的是,又在路上遇到了半次郎。 她说可以为张物修好损坏的发簪,于是两人约定,三天后相解。 好不容易到了约定的那天,张物又错过了时间,她觉得半次郎不会再等了,但还是抱着侥幸心态前去赴约,却看到了让她心碎的一幕。 半次郎正陪着别的女人,张物站在那里心如刀脚,男人不过如此。 心灰意冷的张物回到花楼里,无心接客,但老板娘喷下一句,不张开腿,就别想吃饭。 让张物清醒了,再怎么出名,她也只是个游女罢了。 晚上,布皮店老板吉田举办了一场宴会,要求张物作陪,是她买下了张物的第一次,也是她赎走的物理姐姐。 但没有几日,姐姐就惨死街头。 张物小知道,物理当初的死因,所以这些年也是虚与威仪,却不料再寻上,她遇到了张思慕想的半次郎。 四目相对,两人的眼里都写满了震惊,张物内心泛起涟漪,再也不能平静。 她频繁地望向半次郎,而吉田通过两人的眼神察觉到了不对,她强行把张物抱在自己的腿上, 扒开了她的衣服,露出情动的樱花,而且是当着半次郎的面。 张物心若紫灰,半次郎看着张物这样受辱,眼神里全然是愤恨和心疼, 想要上前阻止,却被老宝强压下来。 夜半时分,被折磨到阴局的张物从昏迷中醒来, 从小妹嘴里得知,半次郎拒绝了小妹的邀请, 她说已经有喜欢的女人了,如果背叛的话,她会被绞死的。 张物以为半次郎说的是街上的女子, 她十分不甘心,再次跑到和半次郎约定的小屋, 没想到半次郎竟然在那里等着她。 半次郎没有因为张物是由女而轻薄她,因为她爱上了张物。 那一夜,两人相拥在一起讲述自己的曾经, 张物对她说起曾见物理姐姐花魁游行的样子,真的很美。 虽然她只是一介游女,也梦想着有朝一日能穿上华美的衣服, 走上那条花销道中。 受到了爱情的滋润,张物回到花楼,满怀对未来的憧憬。 只要再有一年,她就可以和半次郎逃出这个痴人的地方, 改名换姓,过上平静的生活了。 可命运有时候就是这么残酷, 吉田要给张物属身,还故意带来了一条信息, 半次郎要结婚了,和吉田远方表妹, 也就是上次街上的那个女人。 张物心灰意冷,觉得身子都麻木了,也就答应了吉田。 当天晚上,是张物的属身宴,也是半次郎的婚礼。 张物只觉得心在低血, 可半次郎却趁没人在意的时候找到了张物, 向他解释了一切。 原来半次郎来到这里是为了寻找自己被卖到红灯区的姐姐, 而她不是别人,正是惨死的物理。 半次郎之所以同意婚事, 只是为了接近吉田获取她的信任, 得到姐姐死亡的真相。 可这真相太过残酷, 原来吉田为物理属身后, 就把她当成接客的工具人, 毕竟静女也就只有这种用途了。 物理没多久就得了劳病, 被吉田赶出家门, 一袋花魁最终流落街头惨死。 看着面容可憎的杀人凶手, 张物想要拒绝属身, 可太晚了。 吉原守卫着张物的卖身器, 宁笑着对她上下起手。 一旁的半次郎见到眼前这番景象, 心愁旧恨加一起, 气红了眼睛, 她掏出热锅的筷子, 杀了吉原。 张物吓坏了, 她让半次郎赶紧逃走, 可没过多久, 半次郎就成了通缉犯, 悬赏令传遍大街小巷。 张物对半次郎思念长急, 常常一个人跑到出狱的小屋, 想着曾经的过往, 没想到却等来了半次郎的消息, 约她夜半时分见面。 半次郎冒着微信回来, 是为了原张物的梦, 她带来轻手之染的华硅和服, 为她披上一层又一层, 还帮她穿上那双厚重的木鸡, 一如初见。 夜半时分, 在这僻静的街上, 张物完成了自己一生鱼刺的花魁游行, 也是这一夜, 半次郎抚慰着张物身上所有受孽得来的伤疤, 不在乎她残破的身体, 眼里只有心疼, 她一遍遍呼喊着张物的真名, 招, 多美的名字, 带着希望的名字。 半次郎的信尸引来了官府的追捕, 她最终被抓处以急刑。 而张物对知了半次郎的死讯, 笑着问小妹扒金, 千年花虽然开得很美, 但花期这么短, 很快就消亡了, 为什么还要开花呢? 小妹说, 比起不开花, 还是开花好吧? 是啊, 张物说道, 她一步步走向池塘, 以身殉情, 自逆身亡。 张物姐姐, 开始开尽了一生的繁花。 电影开头, 张物在去池塘的路上说, 我不管往前看, 还是朝身后回顾, 一无所有。 在一无所有的路上, 花也不会再开, 如果不曾遇见光, 那么或许张物能够忍受黑暗, 当那个能带给自己希望和美好的人走了, 她又怎么能忍受黑暗, 生不如死地活着。 最美的年华遇到她, 可惜命运不公, 木屋那一夜, 她完成了花笑道中的梦想, 为半次郎绽放了最好的自己, 经历了轰轰烈烈的爱情, 与你相遇, 相知, 相爱, 已经花光我一生的运气, 我们都从为爱绽放, 最终也都坠入污泥, 但这对我们来说, 竟然已是最美好的结局。 好了,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, 喜欢的话点个关注吧, 我们下期再见。 再见。